1960年 由于两年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加上空前的自然灾害 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不断下降 饥荒严重 食品紧缺 正在上小学的邓壮 也深深体会到生活上的差异 我们当时给蒸的米饭 里边一定要加上菜 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那么多粮食让你去吃 所以就叫菜饭 然后也做着一些 带用的粮食的那种食品吧 比如说红薯 胡萝卜 给它蒸熟了以后 就当主食去吃 那是杨茜茜茜茜的地球 是杨茜茜茜的地球 那是杨茜茜茜的地球 但是 Wolf营尸在地球 特红薯尽的地球 就是困难入 metic一步 物质生活上的匮乏 让群众心中充满了怨言 风凉化成为不少人泄愤的方式 1961年初 为了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弥补物质生活的不足 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提出 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 报纸要提倡读书 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 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 就不会斤斤计算 首先响应的就是北京晚报 副主编顾行和晚报副刊五色土的编辑刘梦宏 听了这个传达后很兴奋 于是找到邓拓家中 请他给晚报开一个栏目 写一些知识性杂文 那么当时的北京晚报的一位副主编 顾行和报社的这个副刊的一位编辑 就开始来找我父亲 就说 哎呀 既然说要丰富大家业余的这个精神生活 那么我们的报纸呢 又是和这个老百姓经常见面的这样一种媒体 说是不是考虑呢 我们有个想法 就在我们的晚报上开一个专栏 然后呢 当时就想请我父亲去做这个专栏的撰稿人 说到北京晚报的邀请后 邓拓犹豫了一下 平时工作就很忙的他 经过再三考虑之后 还是拒绝做专栏撰稿人 然而 北京晚报副主编顾行并没有放弃 他和刘梦宏 一次又一次邀请邓拓来撰写专栏 终于诚心和开办专栏的想法 让邓拓还是点头答应了 1961年2月的一天 当顾行再一次来到邓拓家的时候 邓拓从书房的桌子上 拿起两张早已写好的纸片递给他 一张写的是烟山夜画 另一张写的是马南村 邓拓说 栏目我想就叫烟山夜画 烟山是北京的一条重要山脉 夜画是夜晚谭的意思 马南村是底名 说起马南村 邓拓心中还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抗日战争中 八路军在华北太行山地区 与敌人进行游击战 禁察记日报跟随陆队 一边转移一边处放 由于印报的牵引机又大又笨重 部队转移时难以携带 所以报社的工人发明了另一种方便携带的印刷机 由印刷工人发明了一个很小的 要说起来就叫平印机 完全是木质的很轻巧 一个骡子头上就走了 然后报社呢 我父亲是号召所有的编辑记者呢 说大家都不要去用那些生辟的文字 我们写的东西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他们愿意看 所以呢 要求呢是三千字内做文章 这样你带的签字 也就可以不那么多了 所以那就是带三千个签字就行 然后纸张呢 就是在解放区的各个地方 就像包括马南村 兼避着一些纸张 位于太行山路的河北复平县马南村 是禁茶记日报的一个驻留地 当时由禁茶记日报社社长邓拓 主持编撰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正在印刷之主 1944年夏季的一天 日军包围了马南村 就在敌人来临之前 登地百姓和报社人员 一起把纸张和设备藏了起来 在那个地方驻留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那个地方的老百姓 为了掩护这个报社的设备 不被敌人给破换 所以当敌人把全村的老百姓 给集合在那 要了解出来 报社的位置都兼避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前前后后杀死了 很残忍的手段杀死了12个老百姓 就在那一次场当中 但是没有一个人把报社的情况 突入给日本鬼子 有这么多的人民群众 在保护着我们自己的报社机关 保护着我们的物资 然后和他们又长时间的 有这样生活当中的这种长期的接触 所以留给他深的印象 马兰村牺牲的烈士 一直深深的烙印在邓透的心中 于是以村子的谐音为比面 1961年3月 燕山夜话专栏与读者见面的时候 大家看到 作者就是马兰村 在邓撞童年的记忆里 自从燕山夜话专栏开办起来以后 父亲常常夜里写文章 很晚才睡 第二天 北京晚报就会有人来取写好的文章 每一篇文章 邓拓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针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写出的 而每一篇文章 邓拓都是用平时挤出的时间来构思 伯母亲的介绍 他说你爸爸写东西 可能是福岗的时候 占用他的时间 那他也可能是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在路上任何时候 他都可以来打福岗 他说真正要是落笔去写的话 他说你爸爸写文章非常快 因为燕山夜话基本上都是一个 一千来字的这么一些短文杂文 是吧 他说他呢 基本上两三个小时 这一篇文章就写完了 然后第二天一早报社的人就来了 特地把稿子就交给人家了 1961年10月 北京市委机关刊物 前线杂志上 又出现了文风与燕山夜话 相同的杂文专栏 三家村杂记 作者署名吴南兴 文章再一次在读者中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邓壮的父亲邓拓 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同时也是前线杂志的主编 1961年9月 在燕山夜话的影响下 前线杂志编辑部人员 向邓拓提出 也开设一个类似的专栏 邓拓考虑了一下 便同意了 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工作之余 去为一个报纸 开辟一个专栏 我觉得已经负担很重了 如果再给咱们自己 的这个杂志 再开一个专栏的话 恐怕有点力不从心 说这样吧 说我们是不是 可以呢 找几个人 一块来写 这样呢 我的压力也减轻一些 可能比较实际 后来于是呢 就是由前线杂志的这个编辑 那么就去约请了两位 一位呢 是廖木沙 廖木沙呢 当时呢 是北京市委统战部的部长 但是呢 廖木沙 同志 实际上是一个 从三十年代 就开始做新闻工作的 一个老报人 那么另外 再一个呢 就是找到了 当时的 北京市的副市长 吴涵先生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 在北京西城荣县胡同 四川饭店的一个房间里 邓拓 吴涵 廖木沙 坐在了一起 加上前线杂志的几位编辑 大家一边喝茶 一边商量 开办专栏的具体工作 后来 邓壮听一位当时在场的老编辑 回应说 说呢 咱们既然是三个人写 那么就 起码是三家吧 说那 然后 因为这几个老先生呢 应该说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的 功底吧 都应该说 是比较好 比较深 说是这样吧 随比嘛 咱们就叫个扎记 据这个老编辑回忆 说你父亲当时还说 三家村扎记 我看可以 这个扎记的扎字呢 一定要用老的写法 这样呢 可能是比较的 舒服 专栏的名字 就这样定了下来 但是作者署名 该怎么数呢 是各自署名 还是共用一个名字 经过大家的讨论 也确定了下来 就说咱们这样 用一个共同的笔名 但是三个人呢 都积极为这个专栏共稿 于是这个 就各取了一个 每一个人的名字的一个字 我父亲嘛 最后他 你看这个 三家村扎记的作者署名 叫吴南兴 吴嘛 就不用说了 这是吴含的姓 南呢 实际上是我父亲 写燕山乐化 这个马南村的这个男子 这个姓呢 是因为廖木沙同志呢 在三十年代 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 他有一个常用的笔名 叫樊兴 所以就取了他的一个姓 觉得 说这个 比较像的名字 挺好 然后就这么着 就盯下来了 于是三家村扎记 作者署名吴南兴 在四春饭店的讨论中 定了下来 1961年10月 三家村扎记 开始在前线材质上 和读者见面 1966年5月的一天 北京的大街小巷中 人们都在谈论着一个人 他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邓拓 13岁的邓壮 在报纸上和广播中 看到的和听到的 都是关于邓拓 是反党叛徒的消息 母亲丁一兰 与邓壮的一次聊天中会议 1944年反扫荡前夕 与邓拓已结婚两年的丁一兰 被派往河北平山县 中央分局党校学习 趁着战斗前的空隙 进查记日报社社长兼主编的邓拓 给丁一兰寄取一封 用四首诗词写的信 收到这封信后 丁一兰十分喜欢 并让邓拓把诗词 抄在了一方丝帕上 要我母亲来讲 说你爸爸就是个游吟诗人 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甚至在战争环境 非常严酷的情况下 他都能留下诗 可是从诗里边你看出来的 他是一种很乐观的革命精神 来面对那种残酷的环境 他说你爸的诗我特喜欢 所以呢 那么当我父亲去党校学习的 这个阶段呢 他也给我母亲写信的时候 写了这个 这个战地四派这几首诗 然而在邓拓写给妻子丁一兰的几首诗中 除了对妻子的牵挂之外 还带着一丝忧众 因为此时的他正在接受着党内的审查 康生就讲 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河南的地下党 曾经受到过灭顶之灾的摧毁 所以河南地下党的这些共产党员 是一个黑党 他就这么 这么一种说法 那我父亲呢 到禁察记来之前 他是从河南开封到这来的 而且他是在七七事变的前夕 确实也在河南做地下工作的时候 发生过一次 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所以康生的这一番说法 那我父亲呢 就马上被作为了审查对象 1944年的这一次审查 没多久就过去了 邓拓也洗脱了嫌疑 但是22年后的再一次审查 对于邓拓来说 他经历了永久 父亲再次受到审查 邓壮心里不是滋味 他觉得父亲不像是所谓的叛徒 但是报纸和广播的种种批判 又让他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 少年邓壮的心中 父亲仿佛一下子变得遥远了 回到家中 邓壮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父亲 而邓拓也刻意地在回避着孩子们 直到五月的第二个周末 邓壮离开家上学的时候 他与父亲说话了 一个周末 当时我父亲当然 肯定是已经不能上机关去上班了 他要在家 梳理自己的所谓问题 我们从小就是这样 父亲在家里头 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能进去打扰他 那么只有呢 就是当你要离开家的时候 如果父亲在家 我们有时候进去打个招呼 说一说 然后就回学校了 所以我就记得那一天呢 自己就该上学走了 然后呢 我妈妈就说 爸爸在家呢 你还不过去看看 然后呢 我就到他的办公室去 站在父亲书房的门口 邓壮心中充满了 报纸广播中 对父亲的种种指责与批判 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体 他再也按捺不住 自己压抑的心情 终于说出了心理 当时呢 我就跟父亲说 这个爸爸 人不怕犯错误 只要能改正错误了 就还是个好人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爸爸当时呢 坐在办公桌上 我呢 是进了他的办公室以后呢 就站在门口呢 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我父亲呢 就是把自己正在看着的报纸 那当然我想 当时的报纸 那就是 铺天盖地 满天都是对他的批判 甚至对他的污蔑 然后呢 我当时讲完这个话以后呢 我父亲只是把报纸 从我们两个之间 放下来了 然后看着我 我也说不上是 是 是苦笑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对我有那么一点笑意 然后 挥了挥手 他连从座位上站都没站起来 然后呢 我就出去了 回到学校的灯状 心里想着的是 希望父亲能够改正错误 恢复往日的生活 然而 事情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 更让邓壮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 与父亲的谈话 竟是他们父子的永别 1962年 北京出版社 在杂文集 《阎山夜话》出版后 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 称《阎山夜话》 是一朵 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话 写信的读者 名叫姚文元 被他称赞的作者 马南村 就是邓拓 四年后的5月10日 上海文汇报 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 评三家村 文中提出 要上揪指使 支持 吹捧者 挖出最深的根子 矛头 直指 中共北京市委 随即 北京也全面开始了 对邓拓 及三家村的批判 对于接踵而至的报纸和广播中 对父亲的批判 邓壮的心理已经有所准备了 早在两天以前 邓壮回到家中 他感到气氛与平时不一样了 母亲丁一兰面色凝重 把邓壮和其他孩子交到面前 说出了两天后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回家以后呢 我母亲就跟我 跟我们这几个刚刚从学校回来的孩子就讲 说过两天 报纸和广播里边 将要开始对你爸爸过去写过的一些文章 因为有一些错误 要公开的在这些里边点名批评 然后呢 说这个机关里头 已经跟我事先打招呼了 这就是我所讲的 四人帮的那种文化大革命的上纲上线的批评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然后 那我母亲就跟我们说 这个完全是为了帮助你爸爸 说这个批评呢 说你们不应该有什么那种抵触的情绪 虽然母亲说 这只不过是对父亲的批评 但是叛徒这个字眼却深深地触动着少年邓壮的心灵 我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叛徒 这个字眼对于我来讲 那是在小时候 不管是电影里 书本里头和课堂上 那都是生物同学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背后所发生的这个变化和差异 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背景 政治背景 这些我都不知道 所以 当我看到报纸上 开始有文章讲 说 我父亲是反对共产党 反对社会主义 反对人民 又说他是一个叛徒 我当时从第一直觉上来讲 那我当然是要相信报纸 我也相信广播 他们是不会是在那说瞎话 是吧 所以呢 当时从心底里头觉得呢 哟 父亲是个坏人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了指导 文化大革命的刚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就在通知发出的第二天晚上 在岁安博胡同五号的家中 邓拓留下了两封信 一封留给家人 另一封写给组织上的信中 他为自己的清白 做了长达六千字的便捷 18日凌晨 邓拓带着屈辱和遗憾 离开了人间 邓拓去世后 妻子丁一兰成为了广播电视界的第一批走资牌 13岁的邓壮和其他四个兄弟姐妹 也成为了黑帮子女 黑五类 处处受到冷眼与批判 而庆幸的是 邓拓去世后 他的骨灰被邓壮的三伯父邓淑群 巧妙地保存了下来 是他用了这么一点心思 把我爸爸的骨灰藏在了爷爷奶奶的骨灰盒里 所以人家找到他那时候 他就说他事后他也忍了 所以最后没被抄走 然而邓淑群却因此遭到造反派专案组的严刑拷打 1970年5月10日 因内脏出血在北京去世 一场浩劫 有多少逝者含冤而去 有多少孩子失去童年的欢乐 十年是一个期限 1976年10月18月 四人帮被粉丝了 1978年底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陆续平反 1979年6月 等待了13年的邓壮一家 终于听到了父亲邓拓平反的消息 很多所敬爱我父亲的一些老同志的这么的事后的一种假设 说你父亲要是当初没有自己走去的话 那是不是可能今天还能在 我说实际上我说他当时的这种选择呢 一个是他要保持自己一个共产党 一个个人的自由 在另外一个角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